其實很時尚的形狀也不太好 如果你問我兩本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拍司徒合集的時候 是最緊張的 就是這個 司徒第一餐 就是雪雪的包面這一本 為什麼緊張呢 因為首先從來都沒有在實體書出現過 而且在這麼多個女生裏面 做其中一個女主角其實很緊張 就是大家喜不喜歡呢 這個就是我書中的造型 在司徒裡面 你說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自己的《個人寫真》 可能我比較主導性強一點 安排上的東西會做得足一點 跟這本不一樣 這本也是司徒格大的想法 我覺得最大分別就是這裡 其實我覺得有拍照或者工作拍照的女生 都想自己有一半 我覺得應該是所有拍照女生的心願 自己想生日 因為自己也24歲生日 現在不拍什麼時候拍啊 我那一刻就這樣想的 所以立刻安排完所有東西 立刻找人幫我拍照 立刻預約場立刻拍照 其實所有東西你可以說是一半心血來潮 一半有安排 總之我的想法就是現在不做 什麼時候做呢 所以自己立刻拍 立刻做 為什麼我會找這個攝影師和我合作呢 Kar Chan 為什麼要找他和我一起拍呢 首先很重要的原因是 雙方要配合得很好 可能有些攝影師的想法 是比較於自己腦海有一個想法 我希望你想怎樣做 但是相反 這本書呢 其實我是想自己的主導性強一點 所以會找回相類似性格的攝影師 或者比較容易和我配合的攝影師呢 其實就比較好 其二呢 其實拍照這件事呢 我就是工作 但是對於很多攝影師來說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興趣 是業餘的東西 有這麼彈性的時間 攝影師幫我拍 其實他都 我覺得他都想 上山下海幫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用了他其實都很長的時間 很感謝他 最令到我驚訝的應該是這一輯 野餐 其實是封面這一張 我給大家看 為什麼是令到我驚訝呢 因為其實那個場景是我自己設定的 你看到的所有帳篷 帳篷 食物 地毯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腳去選擇 去排 其實我本身 我怕拍出來可能會很流的感覺 因為始終第一次 我自己野餐都沒有試過這樣做 為了拍照第一次 拍出來的效果是比較想像中美的 我讚自己 我放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是我最難忘 最喜春旺位的 日本的寫真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紀錄一個人 可能 在香港來說 寫真這個字 大家都可能會想到很性感 之類的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我那個扣子應該跟日本的圖 都是紀錄最平實最真實的自己 不會故意為了出一本書 而去有一些性感的造型 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不像你平時的自己 寫真最重要就是寫實 無論大家 可能有些人會幻想 你出本寫真出來 為何不穿衣服 為何不穿衣服 為何你穿泳衣這麼多布 有時候 有些留言都會看到 但我覺得 不同路線 你欣賞不同路線的女生 不要強行把所有女生都說 一定全部都要性感 一定全部都是這個風格 我覺得這樣就不太好 寫真酒其實在9月出了 我是9月尾生日 我是9月中已經出了 現在路律都賣了很多 我還有存貨 如果大家想買可以隨時去我 Instagram找我 我是親自包裝 親自寄出的 所有東西都我自己做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cole 浩琳 這個 Emilia 我身邊吹工 控制衣服 我身邊有的